現在政府給我感覺是莊稅人叫不行 這會本來就應該給軍警蕭海巡這些人最高的尊敬 而不是像現在這個做法 因為他們是拿生命在保護我們的生命 昨天對兩位有點不高興動怒了 但是因為昨天兩位說要請假 那我覺得我在那邊先說明一下 就是我不同意請假 其實主要是因為今天我們討論的事情是 兩位署長你底下所有的同仁 以及退休的那些學長們的相關於他們的福利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他們也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所以我實在是不認同說兩位請假 那我在那邊也是跟兩位署長的長官們說 兩位署長其實是有盡力請假 自我這邊不准 那我還是覺得關乎同仁的事才是最大的事情 那當然我不是說兩位啦 因為我的個性是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當官啦 如果想要攀附權貴的話 那有種就來這裡告訴大家說 我反對 我反對這個年金所得替代率的調整 如果今天我想攀附的話 但是如果我想照顧部署的話 那有肩膀的話就應該來這裡告訴大家說 我支持這個改革 所以 所以啊 我不認為說逃避是一個該做的事 更何況今天國民黨假動 國民黨為了這些 警銷海巡的 有關這個年金的所得替代率的問題 大家是假動的 一定要來這裡幫所有的這些人謀福利 那身為署長的不來 我覺得不管用任何理由啦 我是不能接受 所以先為昨天的事情跟兩位說聲抱歉 因為我平常不是會隨便生氣的 但是遇到這個事情 我真的覺得我不太能夠接受這樣 好 那我先請教兩位好了 因為剛剛其實有其他委員有跟兩位請教說 請問一下你們到底支不支持 我們這次多位委員所提出來的提案 就是就這個年金的所得替代率 我們希望修正 請問兩位支持嗎 剛剛也跟有跟幾位委員報告過了 就是警察的工作的性質 是一個特殊 就是說支持或不支持就好 我想這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說 只要是照顧警察 我們現在因為有的單位是說有他的困難 但是我們以本組的態度 會積極協調他們的各相關主管機關 來辦理這件有關修訂的這件事情 好 我先跟兩位說 為什麼我這邊也覺得說 這次事情一定要排上這個議程 而且我覺得要對於警消或是海巡這一類的人 當然將來有可能更多 要對他們的這個替代率要去調整 主要是因為這些人 他本身就是高危險的職業 並不是說像一般我們公務員的文員方面 可能相對他的危險性較低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某程度的比照軍人 其實有他的道理 更何況今天有非常多的委員有說 甚至我們現在要把警察認為是第二軍隊 然後之前還有人說 是不是每個派出所要發一個刺針飛彈 那你把警察這樣子做這樣子的認定 結果你卻沒有給他相對的尊重 這一點我其實不太能夠接受 好我們看一下 其實過去20年有28位警察殉職 那最近10年43位消防員殉職 這個數字是很可怕 而且每一個數字我覺得代表是 那個家庭的破碎 你不能夠說等嫌試之這個問題 然後國家需要穩定的時候 大家都找他們 然後國家穩定了之後 大家都忘記他們 這一點我真的是很難接受 更何況說 這段時間商禪 以原警來說好了 平均每年商禪的人數是700到900人 而且像剛剛那個蘇委員他有所提到的 平均年齡也比國人少掉非常多 這個當然跟他們執勤的時間不固定 這個都有很大關係 對健康傷害是很大 所以你動不動拿他來 跟一般的公務員 朝九晚五的公務員來比 我說真的我不太能接受 畢竟我以前工作的經驗 我也當過一般朝九晚五的公務員 我也跟警察一起出去辦案過 所以我很了解 這個不能夠完全相等的比拟 再來 我們看一下這段時間年金改革之後 其實政府總是告訴人民一個 這樣我們可以省多少錢 但是他卻沒有告訴人民 他帶來有多嚴重的副作用 我們以這個數字來看 警察退休的年齡 在110年他的平均退休年齡 已經到56.3歲 等於我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派出所都是黑頭髮年金小夥子 你現在去派出所去看 一堆人都滿頭白髮了 那這樣子的他要怎麼樣去維持到 我們臨體社會上的治安 他體力上有沒有辦法負荷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更何況年金改革之後 造成非常多公務員不願意退休 因為所得替代率的問題 結果年輕人現在沒有缺 因為公務員沒有人退休 缺開不出來 年輕人進不了公務員體系 結果造成相對的失業率可能會增加 再來 因為你年改之後 他們在生活上面 他們的支出要縮減 一樣會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除了他們的生活品質影響之外 他還有可能會造成 社會上面他經濟也會減少 經濟減少之後 小吃店什麼 他們也受損 因為他們賺不到 他們沒有生意做 賺不到錢 國家也會有問題 因為他抽不到稅金 所以這一連串下來 我國家只告訴人民說 我省了多少錢 卻沒有告訴人民說 這樣的副作用有多少 這是我對於這國家的一些做法 我其實不是很認同的地方 更何況這段時間 大家拼命的在延退 延續了剛剛羅志強委員所提到 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國家錯誤的政策 造成每年是幾千億的損失 以台電來說好了 過去兩年就虧了4千億 然後還要用國家的錢來補 然後還要用國家的錢來補 結果呢 剛剛全區部的報告 將來如果說要提高 緊銷這些的退休所得的話 再到第30年 每年才增加60億 更何況現在10到19年 是增加20多億 20到29年增加40多億 30年之後才是每年增加60億 60億在相比較於現在 動不動每年幾千億的損失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去尊重這些 警銷 我是認為啦 就是現在政府給我的感覺是裝罪人叫不行啦 然後視而不見的人也很難期待他有良心發現的一天 這是我對現在國家的感覺 更何況現在CPI變動這麼高 你拿之前的那個退休金去讓他們生活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啦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這樣下去要怎麼辦 那我跟兩位所長報告一件事情 我爸爸年輕的時候是警察 他是警校52期畢業的 所以我小時候住在警察宿舍裡面 我住的那個警察宿舍在桃園地院旁邊 是那桃井新村 全部都是一層樓的那個老建築 我小時候住在這邊 我的鄰居都是警察 都是警察局的消防隊 都消防員 所以我從小對於警消 我就覺得是特別的尊敬他們 因為他們就是我們的鄰居 或是我爸爸工作的地方 所以我從當警察官到現在 我都非常尊敬而且我都很重視這些警察 或這些消防員 我覺得我要保護他們的福利 我相信署長你一定也有這種認同 那我覺得其實我對警察的看法是這樣 我覺得國家有難 如果今天國家財政狀況出問題 我相信這些警消會共體時間 但是你看這一段時間 稅金還超收 超收就還要發現金回去給人民 然後一些錯誤的政策 那我覺得你們好像忘了 這些警消這些人 付出青春 然後拿生命保護我們 大家都忘了他們 我真的覺得不應該啦 我其實我93、94年那個時候 不好意思主機給我一點點事 我93還94年那時候 我曾經帶隊辦案在台中秦美那邊 然後被開槍 兩邊開了六十幾槍 然後我爸就當天 我們是深夜辦案 就清晨的時候我爸看電視看到 打電話罵我罵很兇 這就是家屬對警察的同仁的擔心 那我當警察官我還很少去 要去遇到這種危險 但這是很多警察他們日常會遇到 所以這二、三十年來 你聽到警察 警察官被開槍大概只有我這一件而已 所以我爸那時候很生氣欸 他氣不是氣我公主 他氣是氣說你這樣子 如果被打到以後 這個家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警察、消防員他們家屬的心情啦 所以我很能夠理解這個感覺啦 更換我 何佩山部長他在談到那個勞保的時候 他其實有講到啊 他說 他說國家撥補就是對於年金改革 年金的一種改革 何佩山部長他都講過這種話 但是他是對勞工 那你不能說 欸對公務員反而就不在乎這個啦 所以 我再請教兩位署長喔 你到底支不支持我們這一次 就是國民黨這些委員所提出來 想要調高這個所得替代率的部分 我覺得在剛剛聽委員的議題話之後 我們本署大概就是會跟 剛剛所講的主管機關會 會積極來協調來支持 做這樣的一個 能夠提高我們通人的相關的這些福利 那消防署長呢 是感謝委員對消防這麼關心啊 我們在此跟退休人一樣都要重視 要來照顧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署長 所以兩位署長你也要給我們力量 你也要給限職的人 他們力量 然後給一些退休的人他們希望 我真的覺得 兩位署長你們一定要做到這樣啦 因為你看颱風天啊 我們在放颱風架在家裡 警消是停休欸 他們要到外面去保護我們 然後每次哪裡有危險 大家逃難 然後警消是 往逃難的反方向進去 就是越靠近危險 所以這個社會本來就應該給軍 警消海巡這些人最高的尊敬 而不是像現在這個做法 因為他們是拿生命在保護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兩位署長 不好意思我昨天動怒了 但是我這邊跟你們說聲抱歉 快點夠618狂歡年中慶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熱銷款 Live活力放送款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夠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